这个禅宗就讲的是见性 你能见到性 你就是公 你就有公 有真公 你面对这个众生 外界的这些变化 你心性的平等 那就是德 如果你一个人真正有了德 你所有的见义率都在里面 不用再给你规定 很多限制你的行动 不要像生活空一样 给你带上一个紧箍咒 那就没有必要 因为你有了一个很高尚的品德 你怎么做都不会出问题 就像孔子说的 你随心所欲 那个规矩 你不会去跨越它 不会超越它 因为你不会 道家说的 你不会伤害他人 你也不伤害自己 现在很多青年人 他们不懂 他们说我不伤害他人 可以的 我伤害自己 可以啊 我自己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所以说熏酒 熬夜 几天几夜不睡觉 把身体搞垮 重瘀 吸毒 烂醉 赌博 为什么 他认为他的身体是自己的 可以伤害自己 道教是很人性化的 讲究的是 不伤害他人 也不能伤害自己 身体法复受之父母 你不伤害自己 就是最大的孝心 你不伤害自己的 我还能伤害自己的 保护自己的 我可以伤害自己的